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26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有三个 一个为什么中共要封杀奥斯卡导演赵婷 另外一个是习近平海南之行不同寻常 还有一个是阿里之后并非腾讯 而是美团 那么三个主题,我先解释一下我今天为什么会迟到 因为我一直在,因为刚才吸了冷空气,我一直在 打嗝,一直在打嗝 我没办法开始,我一直在喝热水 现在好像好了一点,所以我们就开始 非常抱歉 好,我们讲赵婷 第93天奥斯卡颁奖礼,那么没有什么亮点,也相当的魔幻 看了一眼 那么赵婷导演的无一之地 No Made 光彩夺目 那么勇夺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最佳导演就是赵婷自己 然后最佳女主角 一个电影拿了三个小金人,非常了不起 绝对是创造历史 那么在以往呢,这种情况呢,绝对是中共宣传的好题材 一定是大做特做的 那么甚至 赵婷拿奥斯卡,甚至比这个 比莫言夺诺贝尔 诺贝尔文学奖 更有这种宣传价值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个通俗文化,群众喜闻乐见,所以它的影响力更大 可是中国没有转播奥斯卡颁奖礼 因为这个不割席 入选了最佳纪录片 那么所以他 不转播,但是不转播呢,这个赵婷永夺奥斯卡的新闻在官方媒体上一个字都没有 热搜也一个字都没有 然后你去百度 你去百度搜赵婷 搜出来有四段 四段文字,一段文字是胡锡进 胡锡进赵婷曾说 辱华的话 关于他的形象斗转 我有几句话要说 出来混迟早要怀 这是 这是讲赵婷的形象的转变 胡锡进胡叼牌 第2 第2条是国内封杀是否有助于赵婷获得奥斯卡奖 这是知乎上面的 然后是贴在赵婷身上的所有标签都没有意义 不散上面的 然后是赵婷该不该封杀 封文上的 当然这个 这个排序 是有用意的 是部署过的 但是呢 上面是没有一条 是赵婷 拿了奥斯卡奖 下面的视频有,下面有三个视频 都是赵婷获得奥斯卡奖 感言啊什么的 三个视频都打不开 都打不开 但是呢,赵婷获得金球奖的视频可以正常播放 这是什么 中共现在在网络审查 网络的审查或者是网络这个舆论控制的方面 他采取了一个新的策略 叫什么,叫恐袭性 恐动的恐 空隙的隙 性质的性 恐隙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能让你搜到 但是只能搜到的,你搜出来的这个内容的质量不高 就比如说视频,视频他你能看到有三个视频 打不开 也就是说 搜呢你搜不全,然后搜出来的内容质量不高 没有质量 或者是你可以发一些内容出去 但是随时可能被删 但也可能不删 他用这种方法呢 这个 Molly Roberts 就是分析了,认为这种舆论控制呢 效果最好 为什么,他比那个全删要强 因为当你全删的时候呢 他会激起网民的好奇心 或者是心理上的反弹 他心理上反弹,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找这个信息 他就不断的到处找 到处找的话呢,可能会找到 可能会找到他想看的内容 那你就控制不了,你就不知道他能找到什么内容 所以 压制信息,现在这个信息控制的这个手段呢,或者是 信息他要 要控制某个手段,他不采取全网 全网删帖的方式 他现在会露出一些帖子给你 露出一些帖子 那么他就 进化就由这个全网删帖 进化成为什么呢 进化成为两个 第1个 提高你获取信息的成本 就你获取这个信息成本越来越高 这是第1个 第2个 降低你获取信息的收益 刚才我这个百度这个动作就是基本上反映的这个动作 就是你能看到一些东西 但是你这个东西呢 质量不高 你的这个成本很高,但是质量又不高 收益,质量不高等于你搜出来的 这个收益就比较小 那么这个就能够降低网友对这个信息的兴趣 当他兴趣被降低了 那这个新闻的热度就下来 所以中共其实是在不断的 不断的进化他的控制理论 赵婷呢是北京出生 中学的时候,实际上16岁 那么去英国留学,留学是小留学生 中学留学 然后在伦敦,在伦敦读技术学校 完了以后就应该是去美国读大学 先是在 麻省,麻省读政治学,后来去了纽约 纽约是读了 这个电影学士的学位 然后他父亲 他父亲是 首纲的总经理,前总经理 那么叫赵玉吉 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当首纲,首纲以前的总经理叫周焕武 那么他的继母是 著名的演员宋丹丹 那么赵婷得了金球奖 赵婷其实 他这部电影其实是很厉害,非常厉害 他是在 他是在去年的9月份 先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上面拿了什么呢 拿了金诗奖 那当时因为这个 当时是因为这个疫情肆虐 所以他拿这个奖就 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心思 当然最重要的是今年3月份 今年3月份就拿了这个金球奖 那么金球奖是第78届 电影电视的金球奖 拿了什么,最佳导演 那当时这个宋丹丹在微博上发了个帖子 他这么说,他说 真不知道该如何祝贺你了 你每一个新的奖项都超出我们的想象,并给予我们巨大的惊喜 一个不懂英文的中国女孩16岁才出国 求学 选择了一条我们从不看好,但也只能尊重的道路 今天在人家的主场 拼了人家的强项 取得了这样的认可,创造了这样的记录 你是我们家的传奇,相信你的故事 也会激励无数中国的孩子们 然后他就被 中国的媒体就 就开始 开始这个 开始把他称为这个 创造了金球史的历史啊,鼓舞人心啊 中国的骄傲啊,华人导演之光啊 那么3月1号 环球时报的英文版 登了一篇,中国的骄傲,中国网民祝贺赵婷成为首位 展获金球奖的中国导演 出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就是 这个 大方异彩 但是同一天呢 同一天这个网易就刊登了一个自媒体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把 赵婷2013年接受这个filmmaker 就是电影制作人 这个杂志的访问 就把它登出来 就找出这段采访 他当时说这个中国是一个充满谎言的地方 那么 然后这个自媒体的文章说,说这个 赵婷曾经在另外一个采访中说自己是英国人,当然这个采访是 这他引用错误 其实他在另外一个场合 就是这个接受澳大利亚的媒体采访 他说如今我的国家是美国 The US is now my country 他说他这么说 然后这个成年网事就翻出来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马上这个 马上这个中共就翻脸 马上中共翻脸,这个赵婷就一下子变成了 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敏感词 赵婷变成敏感词 然后这个 然后就出现了很多的 出现了很多的变化 当然首先一个变化就是原定这个4月24号 这个无疑之地就这部电影会在国内上映 然后悄悄的这个档期就给 取消掉 取消掉 完了以后这个 赵婷就不被中国媒体 提出 然后这次得了奖之后呢 乃没有 没有任何,中国媒体一个字都没有,刚才讲了 这个网上也有一点,但是你看不到 然后就4月26号 外交部记者会,记者问 这个有关赵婷和他的电影是否遭到这个审查的时候 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说,你提到的问题不是一个外交问题 就是不回答了 那么8年前这个杂志到底说了什么 赵婷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在中国长大,那是一个遍地谎言的国家 我小的时候得到的信息后来发现是假的 这让我变得很叛逆 我看了一下那篇采访 那篇采访老实讲 真没啥 真没啥 就是那个自媒体 上纲上线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在这次奥斯卡奖上面 赵婷讲到了一段话 他在发表这个获奖感言的时候,他说 他说他在回忆这个他在中国大陆成长的历程 他说到那个 人之初信本善 人之初信本善 颁给这个所有拥有信念和勇气,保持内心善良 保持对他人善良的人 无论要做到这点有多么难 这是他在 他在这个获奖感言的时候 实际上就讲了六个字,六个中文叫人之初信本善 他整个发言是英文发言 那么有人就 我看到网上有人解读说,赵婷向北京伸出橄榄 橄榄枝 我不知道他怎么解读 我没看出来,我只看出一个意思来,就那段讲话 就其实讲了,赵婷在那段讲话上讲的是什么 讲了这部电影的主题 这个良善的荣耀 就是一个人要怀有良善 一个怀有良善的人 他是用一种良善的 视角 去看待那些在路上的人 这部电影其实主题是这个 那么下一阶段,所以我没有看到说他 他讲四个字,讲六个人之初信这么善 是向北京伸出橄榄枝,我不知道这橄榄枝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然后赵婷下一部电影是跟漫威合作 合作拍电影 大家都会有期待 然后这个导致这次没有,中国不转播这个奥斯卡颁奖礼 的原因是不割席 不割席是这个 反送中运动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就是大家不割席 就是 不要因为我们 其实讲的那些,就是这些抗议的 对抗争的这个团体 之间 因为有不同的理念,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 但是大家都是抗争 为了反抗这件事情 那么香港人就提出来,我们就不要割席,不割席是什么意思 割席就是断交的意思 那么不割席呢就是 我们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我们不翻脸,我们互相之间虽然有不同的做法 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怎么都不翻脸 就是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各干各的就好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反抗 抗争 这个纪录片呢就 就入选,入选最佳纪录片 然后中国就不转播这个 奥斯卡 那么但是这个不割席呢很可惜就没有拿到奖 没有拿到奖 得奖的是法国作品 法国作品 Colette的这个导演 他也没有,他也很 怎么说呢,很让人欣慰,他在这个 获奖的时候也 向香港的示威者致敬 所以这事也很好 那么我们就讲讲为什么中共要封杀兆 什么原因 是因为那句话吗 这么好的宣传素材不用,非常不符合中共一贯的做法 那么他背后到底有什么 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或者有什么意图吗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分析分析这件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过去若干年 若干年中国开始宣传 中国是这种大国崛起 大国崛起当然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 这个越来越的越,中国经济体量的越来越大,然后中国就 其实是对内对外都做一种 宣誓 说中国在大国崛起 那么当然其他国家也开始慢慢的看到中国的这种影响力 那么对中国来说有很多事情就变得 原来很困难的事情就变得相对容易了 就比如说 原来的招商引资啊,原来需要付出很多代价的事情 那么现在就变得没那么,不需要付出那么多的代价 这大概是那种事的这种,所谓事的这种影响 那你比如说像招商引资啊 你比如说像统战啊,以前做统战工作 赔笑脸 赔很多笑脸,做很多,送很多礼 那现在就不是啊,现在 统战工作很多时候就是,哎呀 我们有个投资机会你去 给你个机会让你去投资吧 他就变得相对于简单,容易很多啊 还有就是 帮中国说话 统战工作一方面是让他支持你,另外一方面帮中国说话 那么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帮中国说话 所以这种 所以中共就没有像以前那么重视 这种所谓的宣传材料 那么 而且现在甚至到了什么地步呢 就中国自己自己感觉很好 那么你要当他的宣传材料,你还得上赶着 你得上赶着去才行 所以呢,你就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 习近平他对自己的感觉,就自我感觉特别好,原因 跟这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就是 他经常有人上赶着帮他说好话,上赶着去 你看在推特上面,在YouTube上面 有很多老外 拍什么呢 拍说中国好话的这种YouTuber 就是老外 会说一点 中文然后就在上面,不断的说中国好话,当然这背后是有力量 有人在推动啊,有人在 付钱给钱 否则他也不会这么说 但是至少有人愿意做这个事情 所以呢,这种心态就不一样 这种心态是不同的 这是第1个 这是第1个原因,我认为是第1个原因,第2个原因是什么 第2个原因你可以看过去5年以来,那么中共 其实在 在 在做年轻人的工作的时候 或者是在做些 他现在把这个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把这个拔得非常的高 就是你在日常的这个宣传的 宣传的这个整个的宣传的叙事当中 民族主义也好,爱国主义也好,但是调度非常高 那么这个调度非常高,为什么要这么拔高,拔高的原因是有两个原因,第1个原因呢 洗脑效果好 因为当你把这个调度拔得很高的话 他有一种崇高感 有种崇高感 这种崇高感是容易打动人的 这是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不断的强调,强调他的 这种 共产主义原教旨,原教旨共产主义的这种 这种 思维 这种取向 他的 他的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理念更加接近原教旨主义 这种原教旨主义呢 他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呢 要求纯度高 你不能有瑕疵 所以他为什么一遍又一遍的清洗 清洗当然一方面是要铲除异己,跟他不是一伙的,他要铲除异己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他认为就是这个原教旨主要求纯度很高 你不能够有思念 思心 你不能够不守规矩,你得听招呼 他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赵婷8年前的这个采访被翻出来,而且 当然最重要的不是翻出来 最重要的是并不是赵婷的那段采访 有多么 就是对中共来说有多么大的这种 冲击 并不是这样 而是其实是 那个自媒体 怎么去解读这个采访 采访的内容 当他把这种这内容解读成为 他其实是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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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的性质就不一样 所以 这种性质的 变化就令赵婷作为一个宣传材料,他变成有瑕疵了 他有瑕疵他就不用 因为前面他 他觉得宣传材料有个事 那么赵婷那个现在这个 有点瑕疵,有点瑕疵就算了 就不提他了 这是第2个,第3个 你看赵婷的那段采访 赵婷是一个 是有想法的人 他是有想法的人 而且他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他变得 当你看完这段采访的时候你会有个感觉,是什么感觉 就是 要洗他的脑不大容易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 这个也是让他们弃用这个采访的原因 因为 我刚才讲 虽然那段话 就并没有说直接的指责中共做了什么 撒谎,他并没有点名指明这个中共,但是 很显然 他知道 那个他离开的那个地方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他很明白 他很明白 当然了,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那个 那个自媒体的那种恶毒性 恶毒性 他到底是一个个人呢 还是一个 心怀不满的这个 观众呢 还是有人受益不知道 但是肯定的一点 就是 决定了这件事情的走向 并不是赵婷的那段话 而是 这个自媒体的解读 解读才决定了这件事情走向 这是第3点 第4点 你可以看到这两年,特别是最近的几年 那么中共对文艺 文化 控制的越来越严 我都讲过,中共手上就是两样东西 左手拿 笔杆子,右手拿枪杆子 笔杆子干什么,笔杆子洗脑,枪杆子什么,枪杆子是暴力 不听话,洗了还不听,打符 就是中共的 维持他统治的 最基本的两个 两个工具 所以他们很清楚 他们很清楚文化也好,文艺也好,影响力非常的大 中共自己讲用小说来反党,用小说来反党其实出自于他们自己 他们当年就是用这个 左连 左连就是共产党 左连不是别的,是经常讲左连是什么 进步组织,不是进步组织 左连就是共产党 就是用小说来反对国民党 的一群作家 所以其实 用小说来反党并不是 并不是作家的发明,是中共的发明 所以你可以看 中共最害怕 最敌视的是什么人 敌视的是诗人 在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当中 他最仇视的是谁 最仇视的诗人 然后是作家 然后是导演 然后是什么大V,然后是画家 总之跟艺术有关,总之呢 你能够不依靠 不依靠一个系统 你就能够自己 创作的 艺术家 他全部都仇视 为什么 因为你不依靠他 你不依靠他,他就没办法收买你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赵婷也是个例子 赵婷 赵婷他已经 一炮而红,他根本不需要依靠中共 所以有人说,因为这个宋丹丹跟他爸赵玉 赵玉什么,我忘记了 他爸在国内,所以他 他就要生橄榄枝,我觉得 他就是个导演,他就是拍电影,他没干啥 他只是说了他自己良善的荣耀 这都不允许吗,而且没有在中国 所以 我不觉得生什么橄榄枝,这是对赵婷的污蔑 只要你不依赖他 只要你不依靠他 你就会不服从他,只要你不服从他 他就仇视你 这就是中共对艺术 对文艺的态度 所以 这个文化,中国会发展起文化来吗 发展不起来 为什么 中共是文化的敌人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讲第2个主题 就是 习近平的行踪有点异乎行长,异乎行长的原因是什么 习近平是20号出席了这个 出席了这个博鳌论坛的这个 开幕式 开幕式他在开幕式上做这个视频 视频演讲 视频演讲 然后过了三天 跑到三亚去了 跑到三亚看着干什么呢 其实博鳌就在三亚旁边 参加什么呢,参加这个 三搜这个主力 叫什么,叫主力舰,主力舰的下水仪式 那这个有点奇怪,参加4月20号 这个视频参加博鳌论坛 然后4月23号趴跑到这个海南,海南三亚 三亚的榆,榆榆军港 三亚有个军港,是基本上是 南海舰队最大的军港 那个军港是面 面朝整个南海 那么为三艘轻型的主力战舰主持入列仪式 然后呢23号就 本来你既然23号要去三亚,你为什么 不把这件事情并在一起去呢,这网友就提这样的问题 你既然又要去三亚,然后为什么不去博鳌论坛,不去参加博鳌论坛 这有点奇怪 我的看法是这样 博鳌亚洲论坛呢,王岐山去 他不必去了 王岐山去足够了 他只需要视频参加就行 大家知道一点 就说 我们普通老百姓,你既然你要参加三亚的这个博鳌论坛,不,要去参加博鳌论坛 都去了海南岛 就是你都要去三亚,你为什么不顺便去一下这个博鳌 我们普通人呢 这个空间距离对我们来说 是有影响 大家知道是有影响的,但是对习近平来说没有影响 空间距离对他来说 没有影响 对他有影响的是什么 他需不需要出现在这个场合 或者是 他需不需要利用这个场合做一些事情 如果他觉得没有必要,他就不必去 或者他可以直接只通过视频去 所以 博鳌论坛 在海南 参加这个三亚的这个 入列仪式 也在海南 这两件事情 虽然都发生在海南,但是对习近平来说 没有,这件事情都发生在海南,对他来说没有意义 没有影响,不会影响他的行程安排 就这个原因 所以 所以呢,20号他出席了博鳌的视频演讲 完了以后呢,他23号就飞到了三亚 然后参加这个三艘,其中有一艘是战略核潜艇的这个入列仪式 然后到了20 25号 就 他不在海南吗,海南在往北 过海 是哪里,过海就是广西,他就是去了广西,广西考场 他应该是24号 没有公开活动 那应该是在三亚泡个澡啥的 三亚洗澡去了 休养一下 然后25号就到了广西 然后26号呢就公开活动了 26号公开活动 就去了柳州 柳州,然后这个视察这个柳宫 柳宫是一个 柳宫、徐宫都是几个 中国重要的这种 机械制造商 还有就是柳州的螺蛳粉 柳州的螺蛳粉 所以大概就是 习近平就,我看视频里面习近平的有点,有点憔悴 所以他年纪还是大 精神没那么好 精神没那么好 好,我们再讲一个吧,那就尽快的讲完 阿里 阿里被罚了182亿 反垄断 反垄断调查,阿里被罚了182.28亿 然后大家都以为 阿里之后就是腾讯 但其实不是 其实结果是美团 美团 4月26号 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发布消息,说根据举报依法对美团 实施二选一的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那么外卖平台 一个是这个美团 一个是饿了吗 美团的背后站着腾讯 饿了吗后面站着阿里 那么二选一是个排他性的交易 就是 在中国是个常见的这个商业竞争所段,什么意思呢 你一家这个餐厅 你要上美团 美团的这个外卖 上美团外卖之前他就会跟你讲,你上我美团可以 说21% 扣点 就是100块钱,你100块钱他扣21块钱 21% 还有一个 就是你只能上我的美团,你就不能上那个 放上那个 饿了吗 这就叫二选一,你只能选一个平台 那么就是通常呢在这个市场 比如说在南京市场 饿了吗比较强势 那么饿了吗可能会 会上来提出 你得二选一 通常强势的那个平台 会要求 二选一,那么弱势的平台就不敢要求,因为一要求的话别人选了他不上你这 你不是店更少,所以这基本上在 外卖平台上这个二选一是 比较常见的一个做法 那么 都干 都干 比如说 像京东,京东就告阿里 告这个淘宝 说淘宝要去二选一,就是 你上了我这个店,你就不能去京东开店了 所以京东不得打官司 现在还在打 打这官司,京东就告 告这个淘宝 淘宝说他违反垄断 现在还在告 然后就 然后就 这次就是阿里是被罚,其实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跟二选一有关系 就是跟二选一有关 大体上就是这样吧,之前就是 12月24号 对阿里这个调查 然后到4月10号 做出判 判罚 发182亿 然后就还发出这个行政指导书 要求全面整改 就不能再搞二选一,然后再开个会 4月12号 然后开个会,要求大家全部整改 所有的 这个互联网平台 全部整改 大体上就是一件这样的事 这件事没完 这件事没完 政府方面,当然这件事情 很好看 就是反垄断这件事很好看 而且整治都是大平台 这个叫什么 大快人心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政府通过 通过反垄断这件事情来整治这些互联网巨头 给互联网,一个方面敲打互联网 另外一个就是跟他们打招呼 反垄断是叫什么,反垄断是应有 落脚点是哪里,落脚点其实在于什么 资本无需扩张 他的落脚点在这里,这个地方 意思就是 如果 他其实是通过这个保持政治压力 让这些互联网的巨头不要把他的这个 产业链 延伸到传统产业去 这个我们之前的节目讲过,我在这里就不展开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 好吗,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后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 那我们 请大家动个手 帮我们点个赞好吗,谢谢 点赞对我们很重要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四个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鸣谢一下 谢谢 谢谢 分析来得很及时,谢谢,谢谢,谢谢,好久不见了 谢谢 谢谢,谢谢 好 观点,这次赵婷用行为主义 证明了 中国是个充满谎言的国家 连奥斯卡这么重要的奖项都不宣传 不叫宣传,报道 甚至新闻都不播,可见统治者 多么害怕抢倒了 观点 前有温朱岭纪念母亲文章被 禁分享 现有赵婷获奖封杀 现在的舆论控制八个字总结,登峰造极令人发指 OK 情绪 中国内外已经成了不同的平行宇宙 对很多的事情的认知截然相反,非常正确 中国会跟这个世界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就是 会变成两个平行的宇宙,这个网友说得非常的正确 因为为什么 中共现在对这个世界的 其实它对这个世界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限制信息的传播,限制一部分他不想让大家看到的信息 被传播,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你可以看到 他有些新闻他是没办法,有些信息他没办法限制,他怎么办 他对这些信息进行 和常识相反的 这是 反动于常识的 解读 就是认知,所以中国人的对世界的认知 包括对中国的认知,包括对全世界,包括对他所处的这个 这个宇宙的认知 和全世界 rest of the world,就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 差别区别越来越大,就变成一个什么 我们就要变成一个认知的鸿沟 中国人会将 未来将会 和世界上其他的人类 有不同的认知 而且这种认知的差距越来越大 甚至是 相对立 这是个非常可怕的限制 情绪非常想看无疑之地,因为总感觉那些 那样的生活会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归宿 没有伴侣,没有房产,回不去或者不愿回去的故乡 独自一人面对自己的人生 最近内网的喧嚣让我愈发 愈发难以融入其中 也就愈发感觉自己在脱离这个社会 我还没看那个电影 但我看了一些内容 看了一些内容 老实讲呢 似曾相识 似曾相识 在我们这代人的心中 有一些 诗和远方的梦想 诗和远方的梦想,所以 等我看了以后我再跟大家讲吧,讲讲我的感想 观点 看无 无一之地的内容,感觉赵婷是很具有 反思精神的,艺术工作者的作品里 寻找童年或年轻时期对自己造成巨大影响的家乡 几乎是常态 这样的导演现在以批判精神讲美国的故事 迟早也会 反投 反过来以作品反思自己童年的祖国 美国能够包容不同的声音 接受针对自己的各种批判 批判反思,中共能吗?中共当然不能 中共不能接受 不是批判的问题,中共不能接受真相 对中共来说 真相就像什么 真相就像那个Vempa,就是吸血鬼 针对阳光一样 吸血鬼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阳光,阳光一照到吸血鬼,吸血鬼就爆掉 中共对真相也是一样 他们最害怕的 就是真相 观点,连赵婷这样的事都要封杀,只能说强国极度不自信 今天看了上海车展 除了特斯拉事件 发现好多国产车外形就是抄袭 有人质疑国产车抄袭别人的设计的时候 很多网友居然还会说 天下 天下所有皆为抄,真的是让人很诧异这些人的价值观 到底是怎样 中国人的价值观其实有很多 偷书不 不为偷啊等等 这种 这种东西 什么偷书贼就是雅贼啊等等 这都是 这都是错误的价值观 观点,中共的宣传的核心之一就是用精炼的语言 去传播他的谎言 比如集中力量办大事 近无一人是男儿等一句话朗朗上口 背后是精心编制的谎言 我们要戳破中共的谎言 也可以用类似精炼的语言,比如王先生经常说的 干正事千疮百孔,干坏事滴水不漏 有语言提炼能力的人是中共最害怕 是的 观点 赵 赵婷是红三代 和蔡霞老师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反感中共充满 谎言和鸣灭人性 观点 经常听到两种说法 一是草民关心世界大事没用 二是对任何大事设下赌局这都不对 设下赌局这都不对,我们作为平民下什么赌注也无法改变世界 但依然要关心世界大事发出自己的声音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关心关注环境的变化从而做出最合适 最利于自己的选择 吃草的羊也需要抬头看看 狼离自己还有多远 就算不能阻止狼 至少可以跑远一点 不成为第1个被吃掉的羊 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我们要关注这个世界 虽然我们对这个世界是有 有一点我不大同意 很多人认为我只是一个老百姓 我只是一个 没有影响力的个体 所以我对这个世界是无能为力不能够 不能改变这个世界 我觉得是不对 其实中共洗脑在所有的洗脑的过程当中 他为什么配合武力 暴力 他就是要让大家 大家形成一个共识 就是我对现在 我对现在的现状是无能为力 他让你有这种感觉特别是 他动不动就采取暴力 打扶 他就让你觉得有一种无力感 所以大家都 不做任何的事情 对他来说他最爽的他最舒服的他最需要看到的是什么 所有人认为 你是无能为力 那他就赢了他就啥都不用干 如果所有人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大家要知道每个人做一点点哪怕一点点动作 这些力量汇聚起来那是中共的末日 中共的 中共的这个无法面对的局面 所以 大家一定要改正这种看法 我们是 我们有些东西做了 你不能够一下子看到结果 一下子看不到结果 没关系 当所有人都在做 所有人都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哪怕是一点点 总有一天 这些事情 会产生一个共振 这个共振 就会把它给颠下来 就会把它从 椅子上 宣下来 就是这样 所以 我不同意说 我们没办法改变世界 我们是可以改变世界 我们就要把这个频率正好凑齐 这个不容易 但是万一成了呢 对吗 观点 中国本来就充满了谎言 今天早上看到郑州 有奇葩的论文 熟鸡蛋能孵出小鸡 原本追求真理的学术殿堂 自身就是谎言 观点 中国用围墙把它和世界隔开 墙内 墙外形成两种不同的生态 慢慢的墙内的中国人和墙外的世界 其他人 演化成两个不同的物种 无法 理解和沟通 情绪 前几天看某个节目 说香港家长 对于走不掉的人 如何反洗脑的看法 一 家长有责任和义务引导 二 培养孩子的critical thinking 和讨论问题的能力 三 鼓励孩子从多个信息源获取信息 扩展视野 我看完想到大陆的孩子和家长们面对日益 原教旨化的 教育 很多家长自身的认知水平也有问题 各种利己主义 莫谈国事 大中华思想 掺杂在一起 下一代真的是走在 成为昭和青年的路上吗 担忧 我们也不要 我们也不要把中共的这种洗脑 的这种机器呢 也不要把它 我们知道他很厉害 他厉害并不是他有多么强大 他厉害之处在于什么呢 他厉害之处在于 成年累月的做这个事情 持续的做这件事情 时间是他的 就是说 当你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 洗脑这件事情 时间是洗脑的帮凶 这很重要 但是他这个动作本身呢 是千疮百孔 他并不能自洽 所以他其实他的 他洗脑的工具也好 洗脑的内容也好 千疮百孔 并不值得一搏 但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 他今年累月的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 而且控制你获得信息的 获得信息的来源 那一方面你被控制了信息 另外一方面你今年累月的这么做的时候 会产生效果 所以呢 一方面我们要正确的认识 这个动作本身的意图 和他的弱点 他的弱点 因为他是谎言 谎言其实不能周延 他只能在一定范围之内有效 过了这个范围他会 会穿帮的 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一点 然后呢就有意识的 刚才这个网友说的很对 就是 要去引导 要开拓新的这个信息源 通过不同的信息源去对冲这种影响 我并不觉得我们需要绝望 我们还是要保持希望 会有影响 我身上也有影响 但我并不绝望 我也会警惕自己 警醒自己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可以大家担心 大家警惕 大家甚至愤怒都是应该的 麻木是最坏的选择 但是也不要绝望 好吧 观点 最开始二选一是腾讯 用微信一直都是二选一 只是马化腾背后不是江泽民 马化腾也没有蚂蚁金融 情况 前一天中国有一个在翻译成人漫画的翻译组内 内部有个成员因为考上军校 为了自清举报了翻译组 导致几十个人被抓 就是那个 人人翻译 人人字幕组 为了自己往上爬 把曾经的伙伴出卖 也实在让人寒心 原来是这样 你说的就是这个 成人漫画 不是人字幕组 不是吧 情况 B站现在的日本动漫 动漫番剧 大部分都无法按时更新上线 要和美剧一样给上面审查完了 之后才能上线播出 现在4月已经结束 马上结束了 很多4月新番在国内还没有上线 只能去B站的港澳台专区 非常可笑 天朝的文化自信实在是太自信了 更好笑的是 港澳台专区的评论里面基本上都是 香田的自由空气 壁外调查等VPN翻出来 留下的评论 这样下去国内的文化封锁只会越来越严厉 成为一片文化沙漠 完全看不到未来 观点 一个华人拍了一部如美的电影 结果被CCP屏蔽了 他们一手枪杆子 一手刀坝子 王老师说得很对 他们最害怕民众知道真相 观点 最近深圳在开第7次党代会 人员正常换届 微博一堆人炒作 炒作什么 因房地产换血 真是无语 现在网络上对房子太极端了 对 深房里 我们昨天的节目里面有讲 深圳大冠雪 然后呢 就有海外的自媒体 或者是中文的YouTuber 说 说这个 说这件事情原因源自于这个 深房里的查处 我就看了很久 我就没有看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换届现在是全国各地都在换届 深圳也不例外 所以深圳进行人 这个人事部署 应该是20大之前的一个常态性的 调整 只不过深圳这次动静有点大 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集中在一起做 所以这件事情变得有点 有点蹊跷 有点像什么 当年的这个薄熙来 下台 然后整个的 党政系统 一锅端 全下 全部抓起来 然后重新安排人上去 然后再去查这些人的案子 那是这样 这次深圳也有点集中 因为一口气是18个 18个 十上八下 那么所以 到底有没有背后的动机 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 特别 跟这个深方理这个关系 我更没有看到 提问 请问王先生怎么看字节跳动宣布经过研究目前不具备 上市条件 之前传过 已经是要去香港上市了 然后现在不上了吗 我这是第1次听说 不是原来准备去香港上市吗 不上了吗 不上了 不上应该是不让上 领导觉得 领导觉得 你看 这个阿里巴巴上市之后 那么这些人都拿那么多钱走了 然后就不听招呼了 你这字节跳动 这个上市以后3000亿美元 拿了钱就走了 那也不听招呼怎么办 有可能是这样 提问 这几天印度疫情大爆发 中国媒体借次开始宣传 印度的民主制度导致疫情爆发 而且还说 印度不接受中国的援助 反而美国不提供援助给印度 请王老师如何解读 他这种解读 你意外吗 我一点都不意外 他根本不了解 不理解 或者是他故意的 印度的疫情爆发 跟前一段时间的宗教 宗教活动是有关系的 美国已经宣布要帮助印度了 所以 他习惯性撒谎 所以不用 我们澄清一下就好了 提问 最近看到几个 几大媒体巨头和众多艺人联名抵制短视频 平台抄袭 请问王先生怎么看这个政策带来的影响 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但我就你这个说法而言 这跟最近的这个 知识产权有关系吧 我觉得 那么至于抄不抄袭抵制短视频的抄袭呢 他是这样 香港也有一个知识产权这方面的要求 就是 我们拿着一段 这个电影里面的其中一个片段 拿来讲故事 那么什么情况下算是 进行了侵权 什么情况下没有侵权 香港有一套非常明确的 这个规定 讲得很清楚 你比如说 我拿这份报纸 来跟小学生上课 讲今天我们报纸上 有一段新闻 那你怎么去复印他 怎么样去展示 决定了你是不是侵犯他的版权 视频也是一样 因为很多人会拿一段 电影或者拿一段别人的东西拿来 再创造 那么你这个再创造过程当中 你要制定一些规则 这些规则呢 去指导你避免 侵犯别人的版权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正常的社会 怎么运作 正常的运作是怎么运作 就是 当他提出一个 一个法律概念的时候 他一定会把这个法律概念 变成一个可操作的规定 大家根据这个操作 来进行 就会令大家 这个社会 99.9%的人 避免 违法 最终就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他的法律是要 尽量的避免 99.9%的人违法 他会制定 他制定法律的时候 就有这个概念 而且法律出来之后 他会制定相应的规定 大家会有很清晰的指引 你按照这个指引就没有问题 就很安全 但是中国的法律正好是相反 中国的法律在制定的时候 就要让99.9%的人 都违法 他随时可以抓你 这是中国的法律 跟一个正常的国家法律 的区别 为什么讲中国依法治国 是对谁而言 是对所有的老百姓 对中共没有意义 因为它超越法律 所以你不要以为 中国没有法律 中国是有法律的 中国有 专门 制你的法律 当然这个法律对中共来说是没有意义 因为它超越法律 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的这件事情 就是一样的事情 中国的法律就是对付老百姓的法律 观点 赵婷说的针对 在外国生活 我们离不开陌生人的点滴善意 观点 亚裔华裔没有关系 到了美国 不问东西 做好自己 不以任何身份为荣 是这样 平等的对待所有的人 就好了 鸣谢 赵婷导演是我们亚裔的骄傲 他身上的反思精神 和他对 和对他人怀抱善意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作为同在美国打拼奋斗的华裔女性 女生我要向她学习 好的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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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中心 wäre 悲哗 愿